京鳳晴翁這間無敗的KTV秀吉保台北三名的印尼努勝貨路 他們是誇稱做這一行已經有六七年了 還沒有遭到局地 那這次我們一舉把他們給查過 京鳳表示這個印尼努勝貨路主 因為身材好 穿了很少 又很加算 所以名聲同人知道 不過平常是拿著稍稍的空間來 這麼熱的天氣冷冷氣就沒很可能 你住的樓上怎麼走 去這門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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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啦 頭頂呢 我們執行搜索的時候 這一些女陶藝外勞的住處 是一個平房 那房間大概只有三四坪大 那也沒有冷氣 只有一台電風扇在趨熱 那這幾天那麼炎熱啊 這個生活的環境啊 應該是苦不堪言才是 這個藝人的三陰在那競爭的印尖沾 中屬坐台和信高野的路主 不然都拿不到是坐高野一百元 富士林竟敢是利用陸一環境來控制他們 提款他們的醫院 這個因為啊 那個 顧客如果點名的話 這個馬夫都會載他們到小師傅去 那小師傅有能氣啊 那吃吃喝喝 可能他們的意願會比較高 本年官警察局表示 近年來醫生人口訪問 比開年有四十二趟都是越性化了 因為非法的生活中屬非法的工作 受到報酬有口沒提供 這次真破這個案 驚將依照人口訪問 以及洪海洪化罪以上發辦 記者環洪坤 蔡宏報道